当范志毅看到宝贝女儿的男友第一次上门就吵架 他才明白范思金在感情里有多卑微 你自己还是看什么直播 直播里什么东西了 直播你去家人家主播的什么东西了 你别再看手机里啊 你想干什么 解决方式是什么 范思金有钱有言还有个知名的爸爸 但从小娇生惯养妥妥的白富美却成了恋爱女 这天范思金带着男友小林去奶奶家做客 刚进家门男友对宠物狗比对女友多温柔 随便敷衍几句话就坐在沙发上当大了 范思金则是忙前忙后的给两人做饭 一个沉迷于手机两耳不闻窗外室 一个累死累活给全家人做饭 范思金林玉航也算是提前过上了婚后生活 直到女友不小心被热油见到你 小林才想起来范思金还在做饭 面对范思金的步骤坚强小林见好就收 转脸就心安理得地躲到卧室里去玩手机 甚至奶奶从外面回家她都没有出来迎接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这个家里的主人 如果范思金不说 估计奶奶都不知道小林也在家里 林语航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 范思金看出了奶奶的失望 着急的火都没关就跑去房间找男友 刚到卧室门口发现男友竟在打游戏 这鲁班是个弱鸡 王者荣耀 他打游戏了 干啥 你在干嘛 跟杜亚俊 王者荣耀 看到女友生气小林 看开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难怪范之一一直看不上未来女婿 毕竟这样的三无男生 真的很难放心将女儿交给她 看到宇成庆点赞网友 怒斥伊能静庄慈母的评论 才明白她有多怨恨前妻抢走了哈利的爱 近日宇成庆在网上分享了与哈利的父子温馨时刻 只是在大家送祝福的评论中 宇成庆却给一个攻击伊能静的网友点了赞 网友认为伊能静只是在镜头前装成好妈妈的形象 毕竟伊能静和宇成庆离婚仅仅五年就在婚了 而宇成庆离婚后把哈利带到了14岁才结婚 哈利长大之后她更是花费几百万 供儿子学艺术送儿子出国留学 两相对比宇成庆的确是个合格的父亲 结果哈利毕业回国直接飞往上海陪伊能静 因此有网友猜测她点赞恶评 是在暗戳戳发泄伊能静抢走儿子的不满 但事实上宇成庆的点赞极有可能是手滑 毕竟如今她已经62岁了意识看不清也正常 而她儿女双全家庭幸福 根本没必要与前妻影战互私梦的难堪 并且宇成庆和伊能静已经离婚15年了 但两个人之间却从来没有感情上的矛盾 宇成庆对待前妻的态度更是体面到了极致 离婚后伊能静很快就再婚的消息在圈内传开 宇成庆在采访中也给足了体面 宇成庆本就是不善言辞的人 但她也会默默关注着哈利和伊能静的动态 每当采访被问到儿子和前妻的点点滴滴 宇成庆从来不会推脱而是大大方方的回答 并且她也会主动承认自己沉默寡言性格可能伤害了对方 我不想聊的或者我觉得不需要讲那么多的 我就把它隐藏在我自己的心里面 相爱是拼尽全力爱对方分开的也绝不抵护 宇成庆真的做到了一个男人分开后的极致体力 即使哈利会经常出现在伊能静的视频里 但宇成庆对孩子的爱并没有减少 她从不会缺席哈利人生中的任何重要时刻 在很多分开的明星都会故意避嫌的时刻 宇成庆却大老远飞到美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两个人一起合拍搞怪照片幸福感都快一出屏幕了 然而伊能静也并不是网上说的装词 其实她早就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坦白过 哈利的梦想是想要当一名导演 说到哈利的理想伊能静的眼神满是欣赏 而哈利之所以会离开宇成庆搬到上海常住 就是因为伊能静和秦浩作为知名演员有人脉 哈利在上海不仅有母亲的关爱 秦浩作为后爸也时时刻刻没忘记给儿子脱关系 秦浩老师就很好就跟我说我们是演员嘛 我们可以找好一点的导演给他写推荐信 伊能静与成庆分开后的体面不仅维护了彼此 还让哈利得到了所有人的关爱 两人真的算是离家庭最好的状态了 得知佟大为和妻子关月结婚16年恩爱如初 才明白他的专一就像花旗一样长到离谱 大家登记里回忆一下当天发生的事 那年大概是哪年 然后我们在哪 是不是我还像那个时候一样 花过我那件衣服一纸里 这是去年的第一年 是不是 最近《玫瑰的布什》开播 佟大为饰演的黄振华让不少人直呼梦中情歌 更有不少观众震惊他竟然已经45岁了 不仅颜值和20年前一样没变化 眼神中也没有经历世事沧桑感 而和他外表一样始终如一的 还有佟大为对待婚姻的态度 他和关月从师徒结为夫妻相识18年 每次出席活动佟大为都会紧紧牵着老婆的手 在佟大为的身上从来看不见什么大男子主意 因为在他嘴里怕老婆是最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 男生会被借意说怕老婆吗 一生俱内大富大贵 我觉得这话特别重要 结婚前啊 遇到的桃花都是桃花月 第二会以后你再遇到桃花 你用了桃花 那你变成桃花 姐 如果你不用的话 那会变成你的财月吗 佟大为对待婚姻有如此清晰的认知 这或许就是他出道25年零飞闻的原因 作为一个男人 他比妻子还重视生活中的小细节 幸祝结婚纪念日会刻意穿上领正时的穿衣服 对老婆的语气也跟刚谈恋爱一样格外重 这一刻几十年如一日的恋爱彻底具象化 而桃月从2007年到2002年 唯一的变化就是越博越年轻 这都是佟大为费尽心思宠出来的 在他看来自己这一生没有什么高尚的梦想 只要能平平淡淡的陪老婆慢慢变老就很幸福 你梦想中的未来是什么样 只是跟你一起慢慢的变老 那我要是不老 那我显得比你老子是挺好的 桃月满脸的幸福像是个新婚不久的小女孩 谁能想到她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并且佟大为还是个会做饭的无好丈夫 结婚之后 桃月全方为照顾家庭带孩子 佟大为也不会认为家务活都是老婆的 反而每次收工回家都一直坚持帮她做饭 其实已经有了一子两年 佟大为也不会把对老婆的爱转移到孩子身上 反而是把红老婆当成重中之重 两人结婚这么多年已经老夫老妻了 却还能像小情侣一样会稳别 我们告别都会稳别的 对然后她走之前就会像一个鸟妈妈喂小鸟的那种 我们所有人都抬着头 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她再走这样 对待妻子专一申请 再诱惑颇多的娱乐圈也能洁身自豪 这样婚姻怎么不算神仙爱情 对待妻子专一申请